非常高兴来参加这次全国的一个业余网球联赛 那么这个网球呢 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运动的一个项目 它锻炼身体 强身健体 那么它同样呢 也具有很高的一个 这种和绘画一样 很高的一个审美价格 你包括它的这种球场 或者这种经济运动 包括它的形体美 是吧 这种包括和环境的冬季国 那么这种呢 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 也是一个视觉的一个打算 那么这种体育项目呢 对整个我们这个民族 强身健体 是非常好的作用 那么作为我们艺术家呢 也有责任 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话笔 多去表现一些 对世界方面的一些提倡 那么更加开阔我们的一个视野 那么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 强国梦 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您平时有就是 有啊 我是特别好运动 因为我在家里 也有乒乓球台 我喜欢打乒乓球 因为现在随着年龄增长啊 你像这种对抗性的运动 你像足球啊篮球啊 现在参与的少了 因为乒乓球呢对我来说 包括这种身体的协调啊 包括网球 这个羽毛球啊 就是这种 因为它不是说是相对的身体的碰撞嘛 他就是说这种 但是对这个身体的锻炼 包括对这个身体的协调性啊 包括对眼睛的锻炼 我觉得都有好处 因为平常的打得最多的 因为是乒乓球 因为打拼快嘛 就是说 呃 你画累了 比如说我自己家里有一个 有一个乒乓球台 来朋友一起玩一玩 吹身汗 然后再画 所以感觉 呃 特别有精神 那您接触过网球运动吗 嗯 接触过也喜欢看 嗯 但打不好 因为乒乓球打得还好 因为网球打不好的 因为这个你包括喜欢看 你包括 我知道很多网球明星啊 那是很多的 我很喜欢 他这一次得到那个 冠军啊 温网的冠军 温网冠军 对 他很多届的冠军 我特别喜欢看他打球 真的打球 有的时候你看他们也是一门艺术 嗯 他也不如说让你 有的时候看起来 他们也是四两波千金 对 有的时候也不如说 我方是用蛮力的 是吧 是 他们这个真正的 他是一个 呃 真的是一个感觉像个艺术导师一样的 在球场啊 嗯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当中 嗯 嗯 您今后会不会 有这个兴趣去多尝试一下网球运动 肯定有的 我将来的时间啊 就真的是多尝试一下 因为这种运动量啊 就像我们打高尔铺 它毕竟它还是一个相对放松的一种 修学的一种状态 但是这种高强度的 但是我们这个年轻段 也都和年轻人在一起玩啊 哈哈 是吧 我们也年轻 但呃 应该讲一进这个 这个这个 呃 一进来就受到感染 嗯 他将来有机会一定会参与 感谢感谢感谢 好 谢谢你 哎 不客气 谢谢 谢谢